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文明的历史 但是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这个抬头就能看见的美丽天体仍然充满了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 这些谜题即使在人类50年前的月球之旅中都无法得到解决 其中最著名的谜题是月球南极出现的重力异常现象 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是如何形成的 该发现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 众所周知 地球上的重力总体上呈现均匀分布的状态 但是在月球上则不同 主要表现是在月球的不同位置和区域 其重力差别很大 一些区域重力较大并且呈现密集分布的现象 其中在月球的南极艾特肯盆地 重力异常的现象非常突出 在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前期 科学家在对月球表面进行扫描时偶然发现 该区域存在显著的重力异常现象 这直接导致飞经此地的宇宙飞船 被拖拽到更低的轨道 或者将飞船推离预定的轨道高度 月球南极重力异常现象被发现后 由于科学家一直无法查清其存在的原因 因此阴谋论者开始炒作 声称NASA在该区域发现了外星飞船 一些更不靠谱的阴谋论者更是声称 月球是一个中空的天体 在月球的内部有外星人的基地 而月桥则是一块金属外壳 月球南极的永久黑暗区域 就是外星飞船的出入口 这个结论乍看起来似乎能够解释 为何在月球南极的爱特肯团地 存在如此惊人的重力异常现象 但是科学家关注的焦点 却不是外星人 也不是外星飞船 在多年的不断地探索无果后 两艘看似普通的宇宙飞船 却帮助天文学家解开了长久以来的 有关月球引力的谜题 科学家小组利用了美国宇航局 双子圣杯探测器搜集的数据 从而搜集隐藏在月球表面以下的 有关质量等奇怪集中分布的新细节 质量酶探测器于2012年12月 以撞击月球的方式结束了它们 整整一年的引力描绘任务 这些地质结构被称为质量密集 它们是如此密集 以至于被改变了月球的引力场 引起扰动甚至能够拖债宇宙飞船 降低自身运行轨道 或者推动宇宙飞船远离环绕月球轨道 20世纪60年代 当时美国宇航局有关官员 正在为阿波罗月球项目做准备 这些引力异常发生的原因仍是未知数 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 希拉法夜校区的地球物理学家 杰梅洛许这样说到 他也是这篇发表在5月30号的科学期刊上的 最新研究的主要作者 当首次发现质量密集时 它们不过被认为是爱航危险物而已 但他对阿波罗项目的计划者来说 的确是非常恼人的事物 就像海洋里的礁石 计划者必须试图避免这些事物 做出完备的计划 通过描绘月球的引力场 圣杯探测器 能够确定月球质量密集的位置 并提供月球内部结构前所未有的新视野 这将帮助科学家研究两大盆地 分别位于月球近侧和远侧的盆地 从而能建立成熟的电脑模型分析 质量密集是如何形成的 小行星撞击 几十年前 巨大的小行星撞击月球后 并留下非常深的陨石坑 直达位于西伯地壳下的地门材料 直到现在科学家仍无法解释 这些巨大的撞击点 是如何支持这些异常密集的材料 以及这些盆地的营异场 是如何处于这样的非均衡状态 最初质量密集的问题 似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 研究合作作者 美国科罗拉多州 哥登科罗拉多矿域大学 地球物理学院的助理教授 杰夫·安德鲁斯·汉娜说道 月球近侧的质量密集盆地部分 被古代密集火山熔岩流所填满 这似乎解释了该地区 为何会出现质量过剩 以及积极的重力异常 然而很快科学家发现 在现有盆地所观测到的熔岩 明显太过稀薄 完全无法解释该盆地质量过度的问题 安德鲁斯·汉娜说道 甚至有些盆地表现出质量异常密集 但几乎没有火山熔岩将填充 研究人员确定 古代小行星撞击月球上 留下了巨大的陨石坑 从而导致陨石坑周围的月球物质 以及月球地蔓的岩石开始融化 并向内坍塌 这些融化使得物质变得越来越密集 且越来越集中 而随着炽热的物质冷却 月球表面也开始冷却 物质变得更加坚硬 能够支撑月球地蔓超级密集的物质载重 这些强大的月鞘逐渐摊陷至撞击洞孔内 最终形成盆地周围弯曲但坚硬的边界 以支撑下方密集的物质 简单来说 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重力异常现象 可能是由于一次小行星撞击 导致的复杂地质活动的结果 小行星撞击首先形成盆地 然后月球内部的熔岩流填满了该区域 冷却后造成了密度不均匀 从而导致重力异常 建立新模型 梅洛许和他的同事 利用月球质量分布的数据 建立了一个电脑模型 模拟几十一年前 月翘和月球地慢的行为特征 这些模型使得研究人员能够一撇 巨大小行星撞击余波后 月球的质量密集是如何形成的 这项新研究的结果 还能够提供更多有关月球动态性进化的新见解 这项发现让我们能够精确地调查 究竟是什么导致质量密集的存在或者缺失 现在我们对月球的内部已经有所了解 能够借助这一模型研究其他星球上的质量密集和热状态 据称质量密集也存在火星和水星上 但并不存在于地球 这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 以及由此产生的陨石坑不够大 因此无法搅拌地球地漫处的物质 即便如此理解质量密集的形成 仍能够为天文学家提供巨大撞击 是如何改变行星和卫星地质情况的更确凿的理解 并且根据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的研究论文 德克萨斯州贝勒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彼得詹姆斯的团队经过研究 发现导致月球南极爱特肯盆地形成的神秘外星物质 可能至今仍然被埋葬在月球地下 因此该盆地所在区域很可能是一个小行星的目的 在对美国宇航局重力恢复和室内实验室 和月球勘测轨道飞行任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后 彼得詹姆斯说大约42亿年前 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撞入刚刚形成不久的月球 这个金属质的外星天体在经过了亿万年斗转星移之后 其核心物质可能仍然完好保存在 月球地下约300公里深处 这个结论虽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甚至连科学家也感到惊奇 但是他很好地解释了 该区域重力异常现象的形成原因 也是能不均认为迄今为止 关于月球重力异常现象最好的解释 那么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